新年来民众朋友们对于空污的情况越来越重视了 我们带您看看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 针对于大量使用挥发的有机物业者 使用了一些包括热显像仪 以及红外线气体显像仪 还有火焰离子气等等科技 也接连查获四家业者违法情势 而且财罚的金额高达了5000多万 环境污染源白白种 其中有一种最难取缔的就是空气污染 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 针对中部地区大量使用挥发有机物的业者 接连查获四家违法 财罚金额高达5130万元 也等于减少了11万3000辆二行程机车的年排放量 让大家依照这个空气 它的固定污染源操作许可 好好的妥善操作它的污染防治设备 让所有的这些空气污染物都能够经过有效的处理以后 才符合排放标准才来排放 那这样就可以减低很多对我们 附近居民或者是周遭环境的一个健康的风险的危害 近年来民众对于空污的情况日益重视 而透明无色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到大气中 会对人体健康有潜在的威胁 因此从107年到109年间 环境督察总队锁定高风险业者 以科技仪器协助进行搜证 让违法业者无所遁形 所以当我们怀疑或是说我们认为说 这一家是有可能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进行相关的观察监控 除了从我们人员进场以外 我们还必须要从外面看看 是不是实际上收集这些证据 那我们就必须要接种这些仪器 督察总队利用包括热显像仪 红外线气体显像仪 以及火焰离子仪器等科技 经过数个月来侦测偷排气体的证据 对违法业者进行裁罚 进而缩小空污范围 保护环境 记者曾德华采邦报道 观众朋友您的家里有摆放神桌吗 也提醒您 有很多人相信都会习惯点上一盏神明灯 象征长宝光明 不过这些灯具往往都是全年无休 在长久使用之下 容易造成电线老化 甚至引发火灾危机 而对此消息会也呼吁说 家中的神明灯最好还是要定期更换 而且使用时也要避免重压电线 减少因为电线短路而引起火灾 近神祭祖 很多民众习惯点上佛灯 祈求庇佑 为了长宝光明 神明灯几乎全年无休 电气长期使用 容易造成电线老化 脆化 引发火灾危机 根据消防署统计 去年电气火灾有2873件 其中神堪起火就有230件 发生火灾在偏僻的角落 我们平常少去的角落 然后长辈常去 所以一旦它发生这些火灾安全的问题 所发生的损失 通常是我们最容易发生出这些现象 就是加剧我们的损失 神明灯多半在家中角落 也都是长辈使用居多 经常因为发现碗烟雾抢救黄金期 对此消聚会呼吁 除了要定期检查神明灯有无异常 也要注意使用方式 尽量使用有标检局认可的LED灯具 电源线最好也是双层绝缘装置 千万不要去拉那个电线 因为拉了电线以后 可能会让里面的导体受损 进而可能长久使用以后 可能会在受损的地方 会造成过热的一个现象 电线如果受到挤压 也会造成它的绝缘的一个破坏 那进而也可能会发生危险 神明灯电源线不要重压 插头也要确实衔接插座 避免电线短路 最重要的是灯具还是要定期更换 以免长时间使用导致功能异常 隐藏火灾风险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在生活当中 如果您受一点小伤或是割伤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相信您有很多人都会想到 我要用OK棒 不过现在的OK棒的种类真的是相当的多 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会使用液体这样的一个款式 不过食药署就提醒说呢 避免用在大面积的伤口 而且甚至溃疡、化膿处 还有眼睛、鼻子等等周围 如果有使用上的疑虑的话呢 最好是要先向专业人员来做咨询 像涂指甲油一样 把液体OK棒涂抹在伤口处 除了可以快速干燥、形成保护膜 还能有效避免水分或细菌侵入 在手脚趾关节等不易包扎处 效果更是明显 我们是看成分啦 如果说它成分里面有药或者说有动物来源的材料 比如说它里面有加什么胶原蛋白 猪皮萃取的那个 那因为那个成分有没有引起感染 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二等级会比较严格的省 生活中难免发生碰撞、受点小伤 民众一般都会使用OK棒 不过现在OK棒种类众多 越来越多人使用宛如三秒胶的液体款式 但其实有三种伤口不适合液体OK棒 液体性绷带的话 它可能是用喷的或者是用抹的 那它是比较适合浅层的小伤口 但就是说如果说有蝉痘症的患者 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成分有没有会造成 它不舒服、身体不适的状态 食药署提醒 一体OK棒医医疗等级 可分为第一级或第二级医材 购买前要先看清楚许可字号 并详阅说明书 如果有疑虑 应该先向医疗专业人员咨询 确保使用安全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 您将要怎么样庆祝母亲节呢 我们带您看看 在台北市大安区的大学里 就举办了一场相当热闹的 敬妈咪走秀party 而其中呢 包括中式旗袍 日式可服跟西式时装 展现妈妈们不同的韵味 魅力与风情 也拉近了家人跟邻里间的距离 模范母亲得主一家三代 在舞台上接受表扬 感受光荣时刻 而同样感动人心的 还有真理堂牧师 用嘹亮歌声唱出对全天下妈咪的敬意 舞台下一对对精心打扮的母女 家人纷纷stand by 女人穿上典雅旗袍挽着手 接着就在轻快音乐声当中 迈出婀娜多姿的步伐 接受众人祝福 不论是帅气西部牛仔 还是高雅的和服 都让人惊艳 先生在四十年前 在日本的开会的时候呢 回来带了这件 这件的和服回来 那因为呢 我上班没有时间 所以呢 一藏 藏在衣柜里面 就藏了四十年 我好高兴哦 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我觉得很荣耀 今天节目 大家参与的特别热烈 觉得很棒 我带我妈妈来 然后我妈妈已经八十六了 我跟她一起走 我觉得是一个 很有纪念的时候 前后见证跟家人 互动的美好时刻 长期深耕大学里的富邦仁寿 也特别提供拍贴机 让民众留下暖心回忆 我们有设计有底图 那就是有大学里的理会 跟我们单位的一个logo这样子 今天单位好像那个比较热门 因为其实那个照片 都很有意义 大部分都是家人 一起来拍照这样子 妈妈们除了平常忙于家务工作以外 也能够注意自己 照顾自己 也能够再借着我们这个 听妈咪活动 重拾以前年轻的信心 走出一个美丽 有自信的步伐 包括国标舞 排舞等等精彩表演 都让人充分放松心情 关心里民健康 大学里长吴佩荀也提供免费健检 呼吁大家在温馨的五月 以行动跟伟大的妈妈 表达爱与感谢 天天都是母亲节 记得顾灿泳台北开放报导 而在商北市有哪些活动讯息 带您一块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